李嘉诚第一桶金 李嘉可算的书香门第在当地受人敬重 但这些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半点价值 甚至为生存带来了压力 一家人卑微如蝼蚁 13岁的李嘉诚不得不失学 寄人篱下当学徒 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夜晚则必须搬开家具与其他伙计挨着入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攻占香港李嘉诚的母亲只好带着弟妹重回老家 留下他们父子二人 更大的不幸是贫困抑郁的父亲竟染上肺结和 大半年后去世 在父亲过世前一天并没有向他交代事情 反而问他有什么话说 我安慰父亲告诉他我们一定都会过得很好 14岁的李嘉诚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 庞佛一瞬间被迫长大 历经家道中落 少年失学 父亲过世 孤独地流落一箱 迫使李嘉诚在很短的时间内压缩成长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 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 要想出人头地 学习是唯一的武器 他开始自学 一边工作一边自学 虽然艰辛 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 年轻时我表面谦虚 但内心很骄傲 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天保持原状 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李嘉诚的机会终于来临 1945年 二战结束后的某天 他所在工厂的老板急需发信 但是书记员请假李嘉诚因好学被推荐帮忙 出色的表现使得老板对他另眼相待 将其从杂役小工调制作货仓管理员 继而成为了业绩很棒的推销员 再升到经理 19岁更成为总经理 李嘉诚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关于货品的进出 价格以及货品管理推销等技巧 因为业务关系 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 顺便提高英语 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 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 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李嘉诚认为机不可施 决定自行创业 1950年 他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旧富的借款 共5万港元 开设了长江塑料厂 1957年 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 赴意大利考察 回港后转产塑胶花 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 业务迅速发展 由于产品能不断创新 李嘉诚继而成为了香港 乃至全球的塑料化大王 如今这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 之后 李嘉诚又瞅准的产业机会 从而开始了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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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